字幕志愣 各位同学好 欢迎来到第 12 单元 第 2 部分 理想律波器设计与线性相位 在这个部分我们介绍理想律波器 我们知道在一个频谱上 如果它的频谱响应是像这样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的频宽是Omega C 在Omega C之后 它基本上它的响应都是0 也就是说讯号在Omega C里面 它就会怎么样通过 超过Omega C它就没有 就会被滤掉 所以我们写成数学式子 当然是可以写成这样 在Omega小于Omega C的时候 它是1 一旦超出Omega C的时候 它的响应就是0 这是个理想的滤波器的设计 也就是说它是个方方正正的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在频谱上的设计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个滤波器 我们一定要是把它转成实域 也就是说我们在实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一个输入讯号 跟一个滤波器它的实域的讯号 做玄机 好那我们发现到说 这样的频谱响应 转到实域的时候 是这样的数学式子 从这数学式子中我们看到 它的图形是这样子 它的重点是 当它N如果小于0的时候 它还是有值的 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说 它是个非因果的系统 在前面的单元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系统 它在N小于0的时候 H omega H of N如果不是0的时候 它就是个非因果的系统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无法实作 无法实作 好所以我们想 如果我们设计一个滤波器 是理想的 像这样子方方正正的 在Omega C之后 它就绿成0 在Omega C以内它就是1 但是这样的滤波器在实域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实作 因为在 H 在N小于0的时候 它不是0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因果性 Pedding-Wiener它有个理论是说 当H of N的时候 它是有限能量切 H of N等于0的时候 当N小于0 也就是说它是因果的 则这样的式子会小于无穷大 它找到这样的理论 好这样理论代表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知道 这个Nature Log里面的X 如果X趋近于0的时候 这个Nature Log的值会到无穷大去 当X如果等于0的时候 它是未定义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H Omega绝对值 可以如果是变成 接近于0的时候 代表Nature Log这个里面 接近于0的时候 它就整个值会变什么 变成无穷大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积分起来的时候 哇这个值就会变得无穷大 所以我们知道说 H Omega绝对值 可以在某些频率为0 但是不能在一段有限的平带为0 因为如果你是无穷大 因为如果你是无穷大 积分起来就会很大 所以因为积分结果会变成无穷大 好根据这样的定理 我们知道说 假设如果这是无穷大的话 代表反过来说 H of N 是非因果的 所以无法实作 所以这边特别介绍 什么叫无法实作 无法实作就是说 现在系统的输出 会根据未来的输入而决定 好那我们知道 还没知道未来的输入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输出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Patty Wiener 她的定理进一步说明 H of N 它的实部 跟它的虚部 存在相互的关系 其中满足李 Sandler Hilbert的转换 满足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你 这个H of N 它的实部 跟它的虚部 有一定的相对的关系 好我们这边做个整理 H of N 绝对值 只能在有限频率个数下为0 不能在一个平带范围 为定值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 我们的理想律波器 它在Omega C的时候 它都是1嘛 所以就违反了这个 同样的它也说明了 H of N 绝对值 在介于通过频率 与停止频率 之间的转换邪率 不可能是无穷大 也就是说我们介绍理想律波器 在Omega C的时候 之内是1 过了Omega C之后就变成0 它的转换邪率基本上是无穷大 因为它是整个一个垂直下来 这样东西在实作上是没有办法实作 因为它是非因果的 然后 H of N 的实部跟虚部之间有相互的关系 好 介绍完了我们理想律波器的介绍之后 我们知道它是非因果的 我们没办法实作一个理想的律波器 也就是说它的转换邪率 属无穷大 那我们介绍另外一个观念 那这些观念是在我们之后在设计律波器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些 理想律波器没有办法真正实作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定这样的规格 所以这边做个介绍 那另外介绍一个线性相位 然后线性相位也是在我们有线脉冲响应律波器 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为什么我们需要线性相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Hn-k 它的负列转换是 Hω乘上它的相位 exponential-jωk 好 那我们来看它的相位 这边 它的相位就是 这个 ω-k -ω-k 好 那我们看到把它的相位 对ω来做微分的话 发现到说它是个定值 是个constant 就是-k 好 所以这意思是说线性相位 就是说对所有频率 因为你现在对ω微分的时候 得到一个定值 也就是说对所有频率而言 它的相位怎么样 微分之后 就是个constant 也就是这个斜率 定值 这样的一个相位 好 所以线性相位指说 它如果对ω微分会得到一个定值 那这样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等一下我们介绍 好 那如果我们知道负列转换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我们用反负列转换 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说 它在实域上基本上是 h of n-k 也就是说在实域的部分 它是做一个延迟k单位时间 这样的现象 好 所以这样的现象 也就是说 对所有频率而言 都有相同的延迟时间 因为这样的事实代表说 我不管ω是多少 在实域部分 它都有一个 h n-k这样的固定k时间单位的时间延迟 好 它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要用线性相位 也就是说 经过线性相位 绿波之后的信号不会失真 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讯号是这样子 那基本上它包含了两种讯号的合成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信号 经过一个滤波器之后 我们希望做一些滤波 好 那我们发现到说 经过滤波器之后 它如果不是线性相位的话 代表这两个信号 经过这滤波器之后 它有不同的时间延迟 所以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本来是这样子 经过滤波器之后 它做一个相位的偏移 然后最后把这两个讯号 加起来的话 会得到这个波形 那这个波形 跟这个波形 基本上就已经失真了 所以经过滤波完之后 你图形就会失真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如果线性相位 要满足线性相位的话 它必须满足 这个H of n 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那对称概念分别分成 这个Symmetric跟Anti-Symmetric 为什么要有这个性质呢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Z转换 是写成这样 如果 这时候我们是 我们把它换成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之后 我们发现到说 这一项把它提出来 把它提出来 其他的就是写在里面 好 各位发现到说 如果 这个 这一项连这一项 所以 提出来之后 对这一项来讲 对这一项来讲 就多了这一项 好 然后 各位看到说 如果这两个系数 对称的话 H0跟Hm-1 如果对称的话 因为它的这个Z 大小是一样 只差一个正负符号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假设 如果这个是对称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那个 H0跟Hm-1 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把 再把它缩减成这样的形式 好 那这样的形式 我们发现到这一项 可以用欧拉格式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东西就怎么样 Exponential J Omega 好 这时候发现到它是怎么样 答案是 两倍的cos 这个东西 或是两倍的Jsine 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之前提过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 换进去之后 如果是线性相位的话 对称的话 它会变成二倍的 两倍的cos OK 结果发现到说 这一项 这一项 的微分为定值 就是我们满足线性相位 所以为什么它对称 就是因为这一项 最后微分可以成定值 因为它对称 如果是 另外一个情况 它是负的 Anti-Symmetric 这一项必须为0 我想很清楚 那这边是 变减的 就变成什么 两倍J 那J可以移出来 变成什么 两倍的 移出来变成 二分之π 那这一项 一样是定值 所以一样满足 线性相位 各位同学 在这个power当中 我们介绍了 理想的滤波器 而且我们知道 理想的滤波器 在实作上 是没有办法做的 因为它是非因果的 同时我们也介绍了线性相位 然后线性相位 只能在FIR上面实现 然后线性相位的好处是 它可以让信号 经过滤波之后 不会失真 在下一个part 我们要介绍 滤波器的规格 大家一起看下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